我有一天我就进到计政的办公室 就发现 哇 桌子上 墙壁上都是挂了一些很励志的一些画 还有它的形成规划表非常非常的有自信 有系统性 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我将来过期可以当一个老师 当一个教练的梦想 其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梦想存在 我的选手所呈现出来的 都是跑第一名 跑第二名 跑第三名 我发现说当他们不跑步的时候 这些孩子还能做什么 我大概想到了这样 所以我就会比较多元的方式去探测一下 我在他们身上还可以帮他们培养有什么能力 这个能力可能联系到以后职场上 或者是其他的场合上 家庭上的一些助力 也就是说他这个能力 多元能力被培养出来之后 对他的将来的活生 他个人的人生经历 还有态度 各方面 仪表 还有内涵 都有直接关键跟关联 是不是我应该都放一些事实在这里 所以我是跳脱开 除了训练 把你们训练很强 在台湾 可以在高中组里面 穿金带鱼 可以拿团体冠军 可以有好的东西 但是我希望你更好的东西就是品格 那个品德教育品格 这方面 我都比较有着目 我希望说你的态度能够 带着走的一些装备 让你的人生更精彩更多 我很在意我的杰森讲章话 这个我是不喜欢听到 不愿意听到 但是用讲的可能没有叫你 你要做 你那个做就是你的生肖 你当一个老师 你就要先做好自己 要求自己 才能够去让你的孩子看到 学习到 感染到 这样子的话 效果会比较来得显著一点 你不是只有做到他们 跑快的英雄 跳得很远的英雄 或者跳得很高的英雄 或是 而是说 他是个全望未来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能跳 跳不远 跳不高了 跑不快了 那他身上还有怎么看到特别 就是我们在高中 培养奠定的那种价值观 他们带走 这个就是他们能够带走 的东西 然后到社会上去 又到家庭又 人生到他们现在的老子家 他又传承给他们的下一代 挫折是难免的 因为你在意 所以你就会有挫折 你不在意的话 那挫折感觉不成初见 所以 当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去 矫正他的时候 这对我来讲是很挫折 因为我希望他 可以 可以好 还要更好 但是 他现在是不好 我要让他变成好 还要更好 这一个 这个旗程 两个字 等待 甚至你还要做一件事 陪伴 你不陪伴的话 你光是等待 是没有意义 你说他不再换错吗 不见了 我们到底不会换错 怎么可能 所以我们 他的约束力量更强大 自我管理 能力会变强 他就不会了 无所谓 随随便便 甚至于不分场合 就让 让人觉得说 这个人真的是 糟糕 我相信姚文宜老师 手面女 跟我手面女 是一样 但是解套的方法 可能就不同了 可能姚文宜老师 有年轻人的解套 我有我年纪大的成本的解套方法 他这样子的解套方式 我会比较多花一些时间跟耐性 来陪着他 陪着这些小孩子 不自然讲 度过他那一段 他觉得毫无所谓 我也很像目中无人什么 这个事情 陪他们走过 我就要等到说 有一天你的价值被我开发出来 我让你发现 你过去的手作 是多么的不知 你现在成长的 现在从现在开始 去肯定你做你的价值 让你延伸到你未来的睡眠 你可以为台湾这一块环境 付出你应该付出这个 就是说凸显你这个人 在台湾这个社会的价值 我会用这种比较长远的地方 去看待我们这些孩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